VIPPJ 大家好 我們今天繼續在康食發掘有趣或特別之處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喝咖啡 以前記不記得有一間咖啡叫AP 很快那段時間捱不住 現在有一間新的精品咖啡店 大家有沒有試過呢? 歡迎來到VIPPJ Channel 未訂閱我們的朋友記得訂閱VIPPJ Channel 我們今天來到康城商場Level 3 這間Café叫做All Day 以前那間叫AP 這間叫做AD 大家可能每天上班都有經過 因為它差不多是Level 3 去港鐵站必經之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幫助過這間精品咖啡 它的菜單其實是一目了然 就是剛才剛才看到的菜單 所以其實不是很複雜的 有些最主打的咖啡 有些茶 還有些Croissant 這些小食 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豬仔最近轉了口味 就很喜歡吃Croissant 整間康城商場的Croissant 每間都嘗試 甚至這間Café All Day 他都見到 又拉我過來 就帶他去試這個Café 的Croissant 也是這個原因 豬仔又變想帶了VIPPJ 進來 VIPPJ就 現在一邊在製作一個Moccha 而同一時間 就開始調製這個Moccha咖啡 你會看到很清楚 它是擠一些朱古力醬出來 然後再加一些朱古力粉 在它面前再加熱 然後才把一些咖啡混合在一起 所以它的Moccha咖啡 看到的整法 已經發現 叮一聲 跟其他的 可能Stardbuck 或者其他的精品咖啡 有少許不同 因為它不是直接用朱古力醬 它多了少許功夫 就放在黑色的暖度 再暖一暖 另外 就看到 左邊的盒子 再加多少許的朱古力豆 混合在一起 所以 Wippy 發現 這間精品咖啡店 普通一杯Moccha 其實它都多了幾多不同的功夫 大家留意 你看到它加熱 但其實 Wippy 是一杯Ice Moccha 所以它將咖啡的朱古力 加熱 然後混合在咖啡裡 再調整一杯Moccha 所以製成品 大家可以看到 這杯就是 Café All Day的Moccha 是Ice Moccha 大家可以看到 只是表演 都跟其他一般的咖啡店 或是Café 會有些不同 它是一個 take away杯 看到膠蓋 特別設計 容易去喝 然後 杯身是一個 很低色的 臭名 這杯咖啡 就襯托 All Day的Logo 即是說 其實它這個 Café的杯 其實都是 Taylor Make 回到自己的咖啡店 用的 Presentation 就這樣看 已經 拿到一定的分數了 當然了 Presentation 看完之後 就要再去看看 味道如何 這杯這麼精緻的咖啡 Vippy 喝了第一口 就已經覺得 非常好喝 雖然 你剛才看到 朱古力醬 加進去 但它調製的甜味 其實就不太甜 適合Vippy 老餅去喝 就不喝太甜的 另外 另外奶 和朱古力 那個份量 其實就 配合得 挺好的 喝下去 就不會覺得 很苦 或者是很甜 或者奶味很重 所以其實 Overall 它混合了之後 其實一杯 Mokka 就不太多地方 可以喝到 有一點點 令到Ripy 起出望外 這杯Mokka 所以其實 Ripy 在將軍澳 都有些年資 都試過不同的 將軍澳的咖啡 這間的Mokka 就真的不在 到處都有 暫時康城才有 你可能立即會問 這杯多錢 你覺得這麼好喝 其實價錢 又不會說 特別便宜 跟Starbucks差不多 這杯 Ice Mokka 就是48元 但如果 你點了一個 Croissant 一齊 一杯咖啡 就會節省10元 有個 Discount的Combo 好 四周圍環境 其實 因為在 康城商場 裡面 其實環境 非常之OK 正正 這間Café All Day 就在 Beleno 對面 它不是很多位 你看到最主要 就是這張梳化 兜了一圈 總共 應該坐到 四台人 每台 其實就有兩個人 maximum 當然 其實它的環境 就除了 看到它可以沖咖啡 可以坐在 巴桌上 喝咖啡 之外 吃點東西 旁邊 其實是在買 精品 所以 趁它上來 整個 叫做 Total Experience 就會比較舒服 這裏 這裏說了少少 雖然最近 有些店舖 嘗試聯絡 Rippy 說可不可以出一段影片 就幫他店舖賣廣告 暫時 Rippy 都是想 Rippy J Channel 保持一個 輕鬆 介紹大家 街坊 資訊的頻道 所以暫時 還未去接受 這個廣告 所以這杯咖啡 亦都是Rippy 出片 感謝咖啡 Cafe All Day 做了一杯 這麼棒的咖啡 給Rippy 所以 其實這條片 就不是一個 廣告成分的影片 純粹Rippy 分享 康誠 感受到 經歷過的 特別體驗 以及 一些值得分享 的 經驗 另外 大家知道 最大的商場在哪裏 有什麼特別呢 歡迎來到Rippy J Channel 去看 Rippy 去介紹張江澳最大的商場 另外 Rippy J Channel 有很多影片 去介紹張江澳 跨灣大橋 以及 張江澳藍田隧道的情況 究竟 預算是多少 怎樣起發 施工情況中間 發展成怎樣 有興趣可以來 Rippy J Channel 其實 跨灣大橋 或張江澳藍田隧道 都是我們 香港6號港幣的部分 如果你有興趣 想多了解 整條6號港線 是怎樣的 歡迎你來到 Vippy J Channel 去找回 6號港線的影片 慢慢去看 時事留心即學問 多謝大家收看 Vippy J Channel 我們下一集見 如果想看 Vippy J Channel 其他影片 歡迎你來到 Vippy J Channel 的網頁 在康城的生活圈 由最近距離5分鐘內 到15至20分鐘內 附近有什麼特色的社區設施 又或者有什麼特別的最新發展 亦都有主力去介紹 跨灣大橋 再加張江澳藍田隧道 接近500英的工程 由無導遊 究竟有什麼特色之處 Vippy J Channel Vippy J Channel 有超過20至30度影片 去每段時期 去分享一些特別要點 還有一些特別要點 記得不要錯過 另外 Vippy J Channel 有個最新的 Paylist 或者Series 叫做Vippy CO3 這個系列 專門去分享一些 統計的數字 不單止只是張君佬 或者康城的統計數字 全香港不同類型 有趣的數字 其實都在用一些特別的技巧 去讓大家看到 統計數字的變化 譬如這個 就說最上十八個月 究竟張君佬 哪一區最多的樓宇成交 這些這麼特別的內容 只有Vippy J Channel 讀加油 Vippy CO3 記得來這個Paylist 找這些內容去看看 如果你不是很習慣 看Youtube的Paylist 你想有個Time sequence 好像Facebook 去看Vippy J仔 不同的資訊分享 尤其是關於日出康城 有一個網頁叫做 Facebook 日出康城 Group Vippy J仔 Channel 記得加入這個群組 有個Time sequence 讓大家看看 不同的分享 日出康城的群組 最主要是日出康城的資訊 剛才所說的 Vippy CO3 有趣的統計數字 會另外有一個群組 叫做Vippy CO3 Facebook Group 記得加入這個群組 G-G-R V-G-R V-G-R Facebook co3 Wa-Wa-Wu-P-C-T-N-O